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中美也将是糟糕的结果 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拥有庞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拥有高科技能力武器和能力和现代化的军队 美军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但美军的实力没有强大到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伤亡 以及指望不用承受大量的损失 李显龙表示就算是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完全而且绝对的信任 美国和中国也必须找到相互合作的方式 实现合作很有必要的 如果两国关系像现在这样继续崩溃下去 很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这将对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地区造成极其可怕的影响 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 但它地处地缘政治板块的节点 又是全球经贸的一个枢纽 所以对大国博弈带来的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 都是非常敏感的 李显龙已经不止一次对中美关系表达担忧 随着美国试图拉拢盟友一起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美之间开始走向全面的竞争 两国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种紧张的关系持续下去 中美之间是否会像李显龙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军事冲突呢 中美又会在哪些地方发生军事冲突呢 下面来我们来做个分析 中美发生军事冲突最有可能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南海 另一个是台海 南海局势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十分紧张 当时美国操纵菲律宾提议南海仲裁案 而中国却加快了南海岛礁的建设 美国对此非常老火 不但地派军舰和战机靠近我南海岛礁 搞所谓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 那贾航军的战舰和军机则时刻保持警惕 对来发的美军舰机进行跟踪警告和驱离 中美之间很可能在这种长期的对峙中插枪走火 但是总体来说吧 未来中美在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呢 并不是太大 关键原因是美国在南海没有抓手 找不到发力点 美国本身在南海没有领土领海 所以他只能找菲律宾越南这些南海深锁国打图阵 然后美国再找机会亲自下场 但是菲律宾和越南也不傻 知道美国要拿自己当枪使 所以也不会轻易上当 同时中国在南海搞一手印一手软的策略 印的一手就是加强南海岛礁的建设 加强海警等执法力量的巡航的活动 有效维护了主权 震慑了周边国家 那软的一手呢 就是大力发展和越南和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合作的关系 让他们能够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所以这些国家一盘算 如其为了这些无人岛和中国硬钢 占不了什么便宜 那不如搁置问题 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得点实惠 因此这几年呢 南海局势总体是平稳的 美国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那再来看台海 今年四月经过一番尊论以后 美国决定维持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 也就是不对协防台湾 做出明确的承诺 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大陆武统声浪不断高涨的情况下 美国做出这个决定 是经过精心的考量的 美军经过多次电脑的模拟 发现在现有条件下 如果中美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美军将无法起身 为此美国试图拉拢日本 澳大利亚这些盟友 一起介入台海给自己撞短 但是现在看来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表现非常积极 但事实上 日澳还是得看美国的决心 要是美国不下决心 他们也是不敢动的 很明显 单从保护台湾的角度看 美国是不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 但是如果美国把大陆的武统 看作是中国想当全球霸主的封王之战 看作是想把美国从全球霸主的宝座上拽下来 那么美国还是有可能不惜一战的 那这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将不仅仅是局限于台海和第二岛量 美国将利用仍然拥有的全球的军事优势 与中国展开较量 这就是全面理解能担心的地方 这也是大陆武统台湾 唯一有所顾忌的地方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